来 九号 好 九号发言 我觉得七八号都没聊自己 是不是不太专业 我先聊一下自己 我是一张神塔 厉害吧 我是一张神塔 然后吧 然后我先聊一下 紧张的这几个玩家 三号 四号 三号李英身份 我觉得应该比四号高一些 因为三号是先发了六号金水 我觉得她的发言状态也是很好的 所以四号再给六号发金水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 她的身份已经比六号低了 再加上我觉得四号发言不是很好 她有一个说的 我就很怀疑 她说 那我就给六号发个金水 然后说 我是个预言家 我觉得这个前提应该是错的 我觉得是应该验了谁 然后直接说出她的身份 然后因为JY大哥讲的特别有道理 说三四都给她发金水了 所以我就把这票上给了六号 然后我再说一下 七号发言 我觉得七号是一个很阳光的一个状态 她是在盘 她自己觉得谁是狼谁是名 然后八号吧 我觉得她踩了三 在我这边看我觉得不太好 大家头不是JY就是文涛 我觉得三在大家眼里 应该像是一个真的预言家 大家为了保险起见 才把票上给了六号 所以我觉得踩三这个行为 可能不太做好吧 所以我这里轻踩一下八 二号小齐 我也蛮怀疑的 因为她 她总给我投来一种 让我同情她的眼光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她是值得我怀疑的 还有十一气票 我觉得待会也好好聊一下